保麗尼奧吧 保麗尼奧往往有的时候 也是打的是前腰 好 主裁办高亨进 吹响了双方上半场开始的哨音 各位球迷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PP体育 为您带来的中超联赛第19轮 季军争夺战的首回 刚查 对 这一靠非常 王刚还真可以 他怕手球有嫌疑 对 把手举起来 一直很别扭地举着两只手 八感步又开始 又自己的 今天是立东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抽兵猴 是吧 就是小陀螺得赚起来 对 也不知道今儿吃饺子没有 26分钟国安队破门 1比0领先 咱看看后面上岗的应对 这个球实际上在张持有度的一种 挺有弹性的踢法之下 国安队突然来了一记长传 而且打到了身后 其实王刚的这个插上 王申超是经常做的 但只不过是王申超在右路 一换 漂亮 这是霍尔克的外围远射 你看王申超其实有很多助攻和进球 他的跑位 前叉 同样都是这个方式 王申超啊这两年越打越腰 他这个前叉的时候啊 就鬼子进村啊 对啊 一点儿 让他悄然的来吧 让他悄然的去吧 但他留下了云彩啊 对啊 你看国安队一脚打门 一脚打门 也就是说27分钟的时候 双方各来了一脚射门 对 国安队进了 进了 浩克呢是踢偏了 嗯 这是双方啊 在前26分钟没有就在这儿 对 做各种 各种遗憾 先把各种表情包拿出来 哦 哦 这个球差一点 客观投球顶下 没有给叫球 这是 这是复欢 复欢这个赛季真的是踢得挺棒 嗯 你想想上岗也有几个右后博位 比如说像李云秋啊 早年间的 还有这个复欢 我觉得复欢今年的球 长得还挺不错 可以 斗志啊 经验啊 合理性啊都提升 除了传宗 嗯 阿伯斯托 这球吹了阿伯斯托的反规 被他摁在地上的是杨世元 再来看复欢这脚传球啊 小国线兜得还真挺好 王刚的起跳啊也挺关键 李胜龙头球点下来 我们看郭全博的处理 哎呀哎呀呀球来了 嗯 这球啊反正买提江也是右脚 他只能抢撤 嗯 第一 这是恒大上场比赛对关的道路 看看阿兰对复欢 对 退退 左脚打 有了 这个球 有了有了 小伟太可惜了 嗯 一个反击 持中国 对持中国破门 嗯 这种景象是上一场 哎呀 恒大打国安 打国安这么打 对不对 嗯 这个球呢其实感觉 嗯 像阿兰那个传球啊 分量稍微有点轻 嗯 但阿兰的处理很冷静先不丢球 嗯 射门呢按说威胁不大 嗯 但陈薇啊脱手了 你看持中国 三打四 后边跟上来 哦 这个谁啊 富欢这下登空了 嗯 场地软 没登出去啊 没封住 没封住 上个赛季有印象 持中国好像没有进球 而之前连续几个赛季 不管是延边复德 还是刚到国安 他都有进球 嗯 这个陈薇啊 他在国傲的时候 他就有时候经常脱手 嗯 习惯时候 习惯性脱手 这个时候佩雷拉得变阵 但他是主力啊 啊 这个佩雷拉肯定得变阵了 是啊 是啊 首先呢 就得把王神超弄到右路去 嗯 战术犯规 非常难多 嗯 战术犯规 可能以往的比赛 国安队缺少点这个吧 国安队的第一张黄牌 非常难多 因为队友传球失误 李卡多罗贝斯 陈彬彬 张位 这是把能跑的 能拼的 能冲的 嗯 就都先上去吧 对 买立江 吕文君被换下 富尔克被换下 看陈彬彬 竞技状态也确实不行 林创逸 哎呀 看来这个干后标这个决策 前有杨水元后有林创逸 都吃牌 买立江是不是也吃牌了 今天 哇 没有 苏宁一购百亿补贴 就补大牌子 买到就赚到 这球 这球犯规其实挺恶劣的 这明显是奔着脚腕子去了 的 sm sh 银子 迟江 在此 看到 mon 他们在 Begin ,巴迟 可以 投球攻門 洛貝斯來了一個助攻 國安隊又犯毛病 就是他不願意給對手這種壓力了 覺得能站住就行了 但你看洛貝斯拿球多輕鬆啊 一直向前走沒有人 對啊 因為劉冰冰 那個王剛啊 認為站住位置就行 吕鵬也不上去 你說你在那兒向著幹嘛呢 這跟訓練一樣 瞄著船的呀 這球啊 還不如郭全博沒看見 他不挑著一下啊 不是 就是 好 這個時候主菜辦高轟進吹響了 全場比賽結束的哨音 在上來上吧